到底需要多大的威力才能将一辆坦克炸翻 其实对付坦克最有效的就是反坦克地雷 今天的测试很硬核 这一堆反坦克地雷将全部用在身后的这辆暴飞T72上 为了直观地了解爆炸的威力 先引爆一个看看效果 刚刚引爆的只是普通炸药 坦克的复准轮就已经被炸掉了一块 接着再用这种反坦克地雷试下效果 这种反坦克地雷装有4.6公斤炸药 威力相当可怕 刚刚这颗地雷放在这个位置 坦克的外观基本良好 只是炸掉了一些零件 要想将一辆坦克彻底炸翻 首先火力要非常充足 其次必须要放在坦克的底部 这是TM57式反坦克地雷 把15颗这样的地雷放在坦克底下 为了保证威力足够大 猫哥还在旁边放了几颗炮弹 总共6枚炮弹 15颗反坦克地雷 他们的威力有多大呢 憋眨眼 接下来的场景非常壮观 3 2 1 2 2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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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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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刚刚引爆地雷的现场 地面一个大坑 坦克被炸的翻了过来 在离中心200米远的地方 发现了坦克的负重人 这是刚刚负重人飞出的画面 想象一下这个威力 这是爆炸的中心 坦克就剩下了一个底盘 可能是因为刚才的爆炸太大 直升机都被吸引了过来 这个巨大的坑起码有两米多深 这些被炸飞的零件 正常人根本抬不动 在巨大的威力面前 承重的坦克也就和纸片一样 查了下相关资料 TGR坦克的战斗全重41吨 将几十吨的大家伙掀翻 零件像纸片一样飞得到处都是 可见其威力有多强